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所以文师修功德 唯一有情愿成佛 那么接下来就要讲一句 贴子之法 要正式讲一句 贴子之法如何 怎样一句 贴子法 我们选择到的善师 我们应该怎样一句这个善师 这个法师 老师 如是尽能向堪为法器者 就是 当观其之以善所之相 既足彼佛 若既相者 可受华为了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怎么回事呢 就是如是尽能向堪为法器者 就是尽足这些 就是三个条件 就是在第一个 从此 那么从此也要观察 就是你所写的这个意志 在以善所说的这个 词者或者乳者里面 他继续的朋友 如果继续的话 那就是可受罚乳 可受罚乳 可受罚乳 新闻佛法 就像罚乳 就像乳样肺乳 可以增长我们的法生肺命 可以服役我们的法生肺命 其依止法 这个依止法 讲依止法 不要有分量 像是你要是分两点来讲 一个就是义乐的依止 义乐的依止 就是在饲养上的依止 那么第二个就是家庭依止 家庭依止就是作为依止 因为要为师长做些什么 那么在这个义乐的依止里边 这个 这个又分为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要以尽性为本 第二呢 就是念而生性 就是对这个 在这个思想的依止上 那么少天就是要对这个师长 升起心静佛乐的信心 升起心静佛乐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在这个广路里边说到 这个作为弟子啊 应该要具备的心 对师长说应该要具备的心啊 一共有九种啊 这个九种心呢 我们也是可以参考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 如孝鼠心 如心肝心 如大地心 如孔叶心 如狐虫心 如狐虫心 如奔扫心 如奔扫心 如门扯心 如乙梁心 如传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要这样去做啊 可能还有一些不重要 但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如法的依止法 他就应该要拥有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心态 基体内容 你们自己啊 有这个列人啊 你们自己可以看 这个里面有说了 我们看 我们先看这个论文 宝祭陀罗尼金云 性为前岛有如母 出生胆养诸功德 为信物能力功德 为生 为生者生 与生者安住 胆转生 向上增长也 就是 这个 我们讲的第一点 就是要以性为前 这个性道有多重要 在整个佛法的修缘中啊 这个不只是一个 这个道士的一个人 他重视性 整个佛法的修缘啊 他也都重视性 其实所有的宗教啊 他都重视性 而且呢 一般的宗教 当然是比佛教啊 更重视性 佛法重视性呢 当然表示在路门上 所以佛法是以性为能度 智为能度 你要进入佛法 你要法 你要性 所以这个佛法呢 修行呢 有四大步骤 这个四大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 性 解 行 正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性 他的关系还不行 还要有解 因为性 我们才会去解 然后因为解的关系呢 随着解的生路啊 也在提升这个性 也在进化这个性 性跟解是相互相成的 因为如果没有性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文师经教 我们就不会去解 那 那如果说没有解呢 这种性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性啊 就是有什么样的性啊 就是有什么性 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有性无字斩迷痴 有字无信真我嘛 当然这个字也不是正确的字 那就是一种知识啦 就是一种世间的聪明啊 有性无字斩迷痴 官有性 但是没有解 那就会落入到一种迷信 但是官有觉得自己聪明 自己为事 不懂得去信仰这些佛菩萨 他们呢 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离场啊 不懂得去清净善之子啊 这种人靠自己的小聪明啊 事实上 他呢 所理解的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个就是性和解 它是有一种辩正的关系 那性跟解 解还要行啊 解了还要行啊 因为解才能导入行 那这个行就要建立在解的基础上 这个行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 所以因为解而引导行 但是行又能生化解 因为你的修行 因为你的修行 所以使你的解啊 不断地升华 那行 那因为行 最后呢 就会有结果 所以就会证 所以性解为行证 那性解行证呢 他都离不开这个性的基础 那性因为解而生化 生物 那性呢也因为这个行 而生化 而生物 所以不同的人性啊 在不同的阶段 他性是不一样的 虽然同样都信 刚学国人也信 那阿罗汉他也信 初厘菩萨也信 八厘菩萨也还是信 但这个性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 比如说出国阿罗汉的性 叫做什么信呢 叫做是正性 是正性 就是是种 就是对信佛 信法 信身 信戒 因为他已经证到了 这个所信仰的这个体 自己的心 跟我们能信仰 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初厘的房屋阶段 我们能信仰的能 跟所信仰的法 它是两个东西的 但是如果正在初厘之后啊 我们的心跟信仰的对象啊 它就是一个东西的 它就是不二的 它就是融为一起的 我们的心已经就是 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最后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实现了 已经成就了 而这种成就 我们所成就所获得的 这个真理啊 跟十方诸佛菩萨 它是一起的 是无有无别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的 一个深化的过程 是一个深化的过程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啊 信啊始终它是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但是也是一切 它必是基础 也是一切 这个跟其他诸教所讲的呢 恶言呢 恶言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活法是属于 我们的活法所信仰的真理啊 它是属于义言的 不是恶言的 一真法界 所以不二的法呢 就是最终呢 就是能信的和所信的对象 它就不是两个东西啊 所以少神要信 少神要信 你看我们佛经里面讲的 在乌诗我闻 乌诗就是信成就 每一部经啊 开头都要信 否则对这个经呢 细分的科幻就是六种成就 那么第一个乌诗啊 这是信成就 文成就 这个第一个是信成就 所以信为道元功德王 这一切是善根啊 这些善根啊 这增长周围不开心 那我们讲道士帝论 这个依止法里面呢 就是当然我们这个 道士帝论啊 讲这个依止法 当然它最主要的就是 对你的依止师 对你的老师 和善的信仰 叫信仰 那宝记陀罗临心 信为前导有如母 信为前导 在我们修学佛法中 信是前导 就是引导的我们 契录佛法 所以信为能入啊 有如母就像母亲一样 出生长养 能够出生长养一些功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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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母亲就是生长的意思啊 就是具有生长的意思啊 那么信经呢 它就像母亲一样 能够帮助我们 成就活的一些功德啊 因为我们只有在信的清楚上 我们才有可能一教会 因为我们一教会 所以才能成就 成就一些功德 为信物能认功德 为生者生 以生者安入 斩转向上 斩然 因为信的关系 所以能力我们的功德啊 就是我们的什么 堂费心啊 慈悲心啊 智慧啊 借敬慧啊 如果我们不信的话 那这些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的 一点都没有关系的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信的关系啊 我们就会去信造混情 那么因为信造混情的关系 就能够令功德 没有生呢 能够产生 已经生长了 就能够安入 安入的 就是它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稳定 不断地持续 斩转 向上增长 就是不断地 力量啊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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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持人 又准了一部经说 使法经营 以合道国地 信为殊胜称 赤富济会者 单贼尽性修 一族不信人 不能生白法 如果遭遭 其无发心雅 此位 从行日门中 信为一切功德 根本 在持法经里面讲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告诉我们 以合道国地 通过什么样的 方式啊 才能使我们 抵达国地 国地也就是 佛的果位 如上乎其量 信为出圣成 信就是最好的 少断 信就是最好的 方法 就是我们要 以这个信为一 是不济会者 单随尽性修 所以基督智慧的人啊 应该要 随着这个信 这个尽性 尽性 尽什么呢 就是信法 随着我们 信的这个对象 不是随着信的本身 而是随着信的这个对象 佛法僧啊 戒啊 功德啊 法副离心啊 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道师弟啊 这个都 还有这个师长啊 这个我们所历史的这个师长啊 给我们的指导啊 我们要 我们要随着这些 我们所尽性的对象啊 内容啊 去修行 去修行 并说不信人 不能生白法 对那些不信仰的人啊 不信的人啊 不信的人啊 不信伤法 不信善子使的人啊 不能生白法 不能在他们的这个心灵中啊 生白法 什么叫白法 这是善法 在这个这个这个经论里边 把这个善法和恶法称为白法和黑法 白液才黑液 白液就是洁白无瑕 就是代表着清净的善法 而黑液呢 就是蓝乌呢 所以呢 用黑法来表示白天恶 如火烧种子 起伏无发青鸭 就是没有信 就像这个种子啊 被火烧过来 不能到再也不能发鸭 没有信 所以就不能到存在公开 我们从很多的呢 这些这个学者们的研究中啊 我们就充分的就能说明这一点 因为呢 他们尽管研究佛学 他们尽管呢 读了书啊 甚至比我们还多 写了文章 可能比我们还多 但是呢 他们 他们丝毫了不能到再到破坏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 因为他们没有信 所以从行子门中 信为的确功德根本也 那么这个是从修行啊 行子门中啊 来说明信的重要性 读者对于三宝 业果 四地等生信 尤其多种 始终所言之信 概信 佛法里边所说的信 包括比如说信佛啊 信法啊 信僧啊 信戒啊 这个成为四种最基本的信的内涵 就是佛法生计啊 所以说这个 总的来说信的对象有哪些 就是有三宝 佛法生 还有热果 四地 生信 这个是属于法的幻逃 所以信的对象还有对学 但是我们现在道士评论 现在这个一子法里边啊 他所说的信啊 学到自己 信的是你的一子诗 你所选择的老师 非常深信心 当然如果从道士评论整个来说啊 那就不只是信也是一子诗 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个道士评论的 这种殊胜的引导啊 生起佛儿的信心 难则对是应如何而信也 金刚少万里精灵 命运主 写人以奥舍离定做何观 三四如火 诸大圣经 别自于人 皆做四如火 那么我们讲到的对师啊 生信 应该信到什么程度 应该对师讲啊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观想啊 应该信到什么程度 应该用对师啊 但你的心心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因为这个地位呢 它就直接关系到你的信的程度 你的地位也要高啊 就像我们信佛 佛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的地位是至高的 那我们这下的信感觉是非常纯面的 完整的 那如果呢 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个人 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比较差的话 那么这个信啊 信的程度啊 自然也会超到你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接下来要说呢就是 这个对师啊 应该是怎么样的信 就是怎么样 在你的心中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那么金刚嫂冠饼经营 这估计是一个秘教的经典 秘密主 就是学人与奥舍利 并做和观 就是学人 或者弟子啊 对自己的老师啊 弟子的老师啊 应该要做和观 是不是做和观想啊 丹士文佛 要不要丹若是像佛 佛一样看待 诸大圣经及栗战皆作事所 那么这个宗大师就进一步告诉我们 除了像密宗的经理这么说 事实上大圣经啊 栗战啊 也有类似的说法 事实如佛 那么这样一种观想 如果落实到后边 就是讲到这个 一子法的观修里边啊 那么这种观想就特别重要了 就是观想上师师长 就是本尊 就是佛 那么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这个观想啊 对于修行啊 它的意义都非常重要 就是在第二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一子法的第二阶里边啊 我们会 对这些给做进一步来说 此意迎合 为常能一佛 皆不自身习行过之心 而能实习功德 遗失异病 故悉事实如佛 为什么要观想真佛呢 就是此意迎合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常能一佛 皆不自身习行过之心 因为常能 平常能啊 对于佛啊 是不会生习行过之心的 不觉得佛有哪些 不足之处 不会有这些想法 所以我们如果观师长 把事实如佛啊 我们也能够做到 就是不对师长 申起行过之心 为什么不能对师长 申起行过之心呢 如果我们对师长 申起行过之心啊 那么这个师长 在我们的心中 分量就会受到影响 就会降级的 我们会看到师长很难过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师长啊 也不过如此而已 或者说跟我们差不多 或者你会觉得还侮辱自己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啊 这个师长所说的法 在你的身上 所发生的作用啊 自然力量也弱了 也不发生作用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会对师啊 申起这种 柔满的 古恶的信心 当我们对师 申起这样一种信心的时候啊 我们才能到如此的 完整的去介绍 这个 这个师长老师所说的这些过程 那么我们才能到很完整的 把它落实到行为中心 所以 事实如伯的意义啊 不要是在这里 一失应的 故习 事实如伯 为了 不对师长 能够生起行过之心 所以我们事实 事实如伯 这样的一个观想啊 对我们是大有好处 大有好处 贤心又隐 三十师功德 无行师过时 观德得成就 查过不得成 所以丧一心 作凡老师胜整过 夫起行过之心 硬然利利 畅改禅止 如是修行 重见遭遇过水 以念得心胜部 亦不能障碍其信心 前经 前经 大概就是还是前面指的 这个丁刚少啊 冠领兵一边 说呢 丹 丹 持 持功德 就是定 定当要不断地地念啊 师长的功德 要经常要想念师长的功德 有哪些功德 不行师过时 不要去行早 师的过时 是有哪些缺点 我们防护心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毛病 喜欢找别人的缺点 然后呢 因为这个关系嘛 然后自己呢 也会过得不太平 看到别人的缺点 然后自己的烦恼啊 也跟着 自己的缺点啊 也跟着就产生了 观德得成就 查过不得成就 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观师长功德啊 那我们在修行上就能够很容易成就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 这些到晚去寻找师长的过时啊 那我们的修行就不得成就 修行就不能成就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观师长的功德啊 这个世纪化是最好的说明 观德成就 他过不得成就 他过不得成就 单词之功德 无行之过子 观德得成就 他过不得成就 你观师长的功德 不是师长像你这种观的 而是为了你更好来修习 而是为了你更好来修习 他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在别处 所以放一心做烦恼至圣给过 突起行过之心啊 定当利益 畅改传主 那么假如说因为放一腰或者传好的关系啊 对师长啊 突然生起这种行过之心啊 那马上就要努力的 还挺自己 马上要忏悔 马上要忏悔 如是修其 众见稍有过子 以念得心圣故 则不见 则不能再爱其信心啊 那么我们不断地观察这个师长的过子 这个功德啊 让这种观想啊 成为一种习惯 成为一种力量 那么这样呢 即使有一些你看到一些师长的过子 你也不会去观察 你也不会当做一回事 你也不会觉得他就是 这个 就是你也不会觉得 你也不会去不断地去意念他 就是人的思维啊 确实他还是可以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你喜欢的人啊 他的缺点也会看成优点 你讨厌的人呢 他的优点啊 你也会看成缺点 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喜欢的人 你只会看到他身上的优点 而看不到他身上的缺点 这是一个层面 还有就是他即使有缺点 你也会把他看成优点 有没有 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很普遍的吧 那我们讨厌的人呢 那我们一天到晚就会想到他 你找他身上有什么缺点 毛病 我们不会去看他的优点 他的优点啊 我们俗是无主人 即使是看到他的优点啊 我们也会不以为难的 会把他说成是缺点 就是人的心他就有这种能力 就有这种惯性 那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能力和惯性 培养在我们的施展的身上 当然我们说的施展 不是说这个施展 真正他有多大的过程 而是说我们出过选择过的施展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十种 十种德啊或者五种德啊 我们已经认准了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反复心里面 我们往往因为经常在一起 时间长啊 你很容易去看见很微巧了 一些缺点啊 难道使得你啊 对这个施展时期倾听啊 那么为了对峙这些毛病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心理的习惯来扯养 就是我们多念这个施展的功德 我们不断地议念施展的功德 那么在这个议念的过程中呢 我们慢慢地 那我们对这些施展的缺点啊 过程啊 我们就不会 这个 在我们的心里面啊 它就不会有力量了 所以说 以念的心圣物 亦不能障碍其信心 就是 如果说你的念的心圣啊 即使你发现施展有一些缺点啊 你也不会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 你看看 那么下面呢 这个中大师为我们提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奥底侠斩者的事实的这个经文 如奥底侠间谍为诸光派 在京都大师见解为为师太 就见而论虽有胜脸 然大臣冒出处理及福利 皆依己学者 故认京都为其善之时中法恩最大 无可比对的人 孙大师说 这个奥底侠斩者 就是他的见解呢 是属于宗光派 宗光派的见解 但是奥底侠斩者曾经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呢 求法的过程中 他亲近过的就是荆州大师 那么奥底侠斩者是跟荆州大师学菩提心 学幻行 学菩萨道 学道士帝亚 但是这个荆州大师呢 但是他的见解是为师太 就见而论虽有胜脸 这句话事实上它是格鲁派 就是宗光 从宗光的角度 他觉得宗光既然是最丘境的 那么为师是不丘境的 但事实上哪一个高哪一个低呢 也很难说 在我看来就更有千秋了 说不算一定就是宗光 一定就是高 为师一定就是低 为师一定呢 然大唐道士帝及菩提心 皆依禀而学的 但是奥底侠斩者的 道士帝啊 菩提心啊 都是从荆州大师上引读到的 所以这个道士帝是一个维师的 它的传统啊 它是来自于维师的 菩提心啊 在教法 在维师中啊 它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 固论荆州为其诸善福 始终法恩最大 所以奥底侠斩者在他的施展里面 他是你这个荆州大师啊 这个恩的最大 无可离备 那么根据这个中大师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这个奥底侠斩者的剑不行 剑里不上他 但是呢 因为这个荆州大师呢 他的这个 因为奥底侠斩者呢 胡提心呢 道士帝啊 是从荆州大师那里得到的传神 所以呢 奥底侠斩者啊 还是以这个荆州大师啊 为最恩情 恩的最大的老师 那么这个就是讲的就是 就是 就是对 就是对 尽性为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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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性为本呢 不要就是要对这个施展啊 身体清净的信心 那么这个身体清净的信心啊 那么这个身体清净的信心啊 主要还是为了 从地底来说 主要还是为了 帮助我们更好的 哎 接上所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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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滑是非常的关键 这个一指滑的内容呢 大概有分为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对一指师的选择 选择老师啊 选择老师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因为这个赞同佛教的系统啊 是特别重视 就是对善师啊 就近乎绝对性的这种信仰和依赖 那我们选择的这个老师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我们选择善师有问题 缺乏证件 或者他的修和证 根本就不足以引导我们的话 那可想而知 我们的成就啊 我们在修学上的成就啊 自然也是 难以算弃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指滑呢 它就是有一个潜水 就是正在这个既得 既得善师的基础上 这个既得善师呢 有十个条件 但最基本呢 有五个条件 对 也有五个条件 当然作为这个例子来说 你是不是越法器 这个也很关键 如果你不是法器的话 最好的老师啊 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作为 如法的例子 这方面呢 要具有相当的素质 在哪些条件啊 自质 是 计计 计会 俗法心 还有 还有什么 进法提斯 但事实在这个五个条件里 其实它应该是包含着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自身的素质 一个方面呢就是 求法的时候 应该要具备有的态度 就算这个态度啊 也就是我们前面 在 心和文的规则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在文化的时候要远离 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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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对法和法师啊 这个 以及这个文法 叫做心态啊 要做六种观想 我们现在学习道治理啊 不是在介绍一种知识 是在引导着大家走向成果之道 所以学习道治理啊 他不应该是作为一种知识来学的 而是 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一方面 就是我们要通过 这方面 文师 文 文就是我们通过听课啊 还有没有通过 大家私下课后 还要认真地掠读我们发给大家的这一本 列论的解释 不知道你们下来也没有看啊 都有看吧 就是一定要看啊 我们讲多文啊 多文啊 你们不要想看多文哦 多文 整个佛法的修节啊 就是从多文开始 从清净善就是多文 那多文 不只是管学多文啊 不只是管学多文啊 重复也是多文啊 重复才有力量 所以 什么叫多文 就是强化 就是要进行强化的信念 我们对同样一种知识 对同样一种观念 不断的听 不断的听 听多了 他才有力量 如果你听一次啊 在你的思维里面 您 影子都没有 您根根没有埋下 那他有什么力量啊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无史以来 我们所形成的参生痴啊 他是经过了几千事 几万事 几百万事 几千万事的重复形成 我们现在对于这种五一六成 为什么会那么感兴趣 一听到这些五一六成的东西啊 我们就会产生兴趣了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已经是根深地固了 我们是已经闻了 几百事 几千事 几万事 几百万事 几千万事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五一六成啊 以此难以啊 我们的内心把它就相应了 就产生作用了 可是我们 可是佛法 佛法的种子啊 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力量还是非常的弱 再做了 能够到这里来清闻佛法 能够到这里来善邪 那一定也是过去素 素素啊 已经也是直下了 身后的善声 但是这种善声呢 还要我们不断地去呵护 不断地去培养 所以呢 ,需要多闻 需要多闻 这多闻的一个过程 它就是强法的过程 它就是强法的过程 在多闻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施 施 施 施为 正施为 所以清闻正法 还要如理施为啊 清净善之时 清闻正法 如理施为 按中特巴大师这个系统的修行啊 文和修都是 文痴啊 也都是修的一个部分 我们过去以为 文痴是文痴 修是修 但是按中特巴大师这个系统的 这个说法 文痴啊 其实也是 修的一个部分 因为文痴的过程 它就是 它就是在转化我们心情的过程 就是转化我们观念的过程 什么叫修啊 什么叫修行啊 修行 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 修行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 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啊 有三个方面 有身体上的行为 有 颜色的行为 还有呢 思想上的行为 思想上的行为 就是包括了我们的 其心的动念 我们每天的念头 我们每天的发心 我们每天的打万想 都是代表着我们思想上的行为 那我们现在通过文师经教呢 在这个文师经教的过程中 思维的过程中啊 事实上也就是在 调整我们的 行为的过程 改变我们的观念 改变我们的观念的过程 那你们说 这不是修行吗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修行 就是我们要用佛法的观念 去带去我们固有的观念 然后把它 落实到 把佛法的这些观念啊 落实到我们的行为中 软化成我们的感觉 这个感觉呢 在佛法经里面也就是叫做解绍 比如一个人修禅定啊 这个之后就会有解绍 实上是在你的这种感觉 人活在哪里啊 人是活在感觉中 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流行的话 叫做跟着感觉走啊 现在人都是跟着感觉走啊 你看那个广告 广告它就是利用的 人们跟着感觉走的 这样一种习惯 所以你看那些广告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可口可乐啊 什么恐怖加酒啊 什么 什么广告 我是没有电视啊 没有看电视啊 很早 但是前后我有看 你广告一波 不是波仪式的 他一波有的时候就是 一个月 半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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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老拨啊 其实不过一次你还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老多啊 为什么啊 它这个名音用来是什么道理啊 多文心情 多文心情 它就是一种强化一种多文 让你不断地闻不断地闻不断地闻 在这个强化的过程中啊 你不知不觉地就揭露了它 在你不知不觉地揭露它的过程中啊 以后呢 这个场景在你的心目中啊 自然就会形成不自觉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所以当你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没有想的 没有多多意思的 你就会想到可怕可乐 哎 它就是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这就是这种多文的作用 那同样的我们这个佛法 我们也需要多文 如果我们没有多文的话呢 那我们想要把这些佛法的观念啊 在我们的思维中啊 在我们的思维中啊 在你重要的作用啊 带去固有的这种力量啊 那是非常的难 那是非常的难 这要多文 多文呢 叫多思 不只是要多文 还要思维 所以照正经论的修行啊 从一直善知识到止观 就是 修行止观啊 基本上呢 都是建立在 思维修的基础上 当然如果在契如空间的修行啊 它就要用限量修了 不可以用思维修了 但是道师基本的整个修行啊 主要都是用思维修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个写的 一直善知识 接下来 下次到了念识 念识如常 念三二道徒 还有呢 这个第三宝啊 撑起一种结缉的依赖 这个所有的一页过程啊 都是要通过思维来完成 都是要通过文师来完成 都是要通过文师来完成 你看看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啊 这个社会的 每一个人的生活 以及社会的各种习惯的形成 基本上都是 媒体 大部分一个 在导向 这种媒体的导向 大部分一个人的导向 就形成了我们的 人们的一些不同的 想法 观念 然后每一个人呢 又根据自己的 选择 不断的思维 有的人一天到晚想读醒 他就会觉得选择很重要很重要的 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想这单观 你的存在特别重要 他就会每天就会想办法的 就想办法的往上爬 三观 这也是上面的修行哦 如是音 如是果 不同的音啊 就会有着 不同的结果 因为他们文的内容不同 思维的内容不同 所以他们的感觉啊 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感觉是在乱的追逐 五一六成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呢 我们修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 就是要通过佛法 帮助我们 这个感觉啊 就是要用佛法来帮助我们 净化我们的感觉 用佛法来帮助我们 净化我们的感觉 这个净化我们的感觉呢 就是一方面要摆脱 就是对摄身相畏处法 对财圣名词税的 对五一六成的 这种执着 从家里一些执着里边 从家里一些陷阱里边 要走出来 然后要把自己的 然后要把自己的感觉啊 安住在佛法上 要把自己的感觉 安住在佛法上 要把佛法呢 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感觉里边去 这大概就是我们修行啊 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啊 它是一个比较艰辛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习惯 我们的每种感觉啊 都已经形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极大的习惯了 俗话说 加上一个啊 秉性难移啊 一个人的习惯 你要改变 你要转化 你不想发力气啊 但是 但是没有办法了 你想学一点佛法的道理啊 就没有发好了 就能改变你的人生了 那你做梦吧 因为 如果光是学这么一点道理啊 这是有理论 这是有理性 人不是活在理性中 人是活在感觉中 我们所学的这些理论啊 其实呢 就是在感觉的面前啊 它是显然很苍白的 它是显然非常的苍白 不利 因为人不是活在理性中 理性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感觉了 它也除非一般理性 已经转化了你的感觉 理性也就是我们通过文师佛法 所活得的这样一种智慧啊 它如果已经转化了感觉了 它才有可能产生作用 否则呢 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这个过程 就要通过一个信念的过程 这个信念的过程 就是多文多诗 在文和诗的过程中 就包含着修 就包含着修 就是操览不得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操览 你发了一份功夫 可能就会有一份超过 当然发功夫的过程中 还要有方法正确 就是一个信念啊 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能力啊 都是通过信念出来的 任何一种职业的敏感啊 任何一种职业的敏感啊 它都是通过信念出来的 其实这么一种职业的敏感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的信念有能力 只不过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所做的是贪嗔痴的信念 和我们活法 我们所做的是解离贪嗔痴 神就解脱了一种信念 这个信念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在信念的原理上啊 在信念心的 这个原理上啊 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两样 它都是信念的都是心 在内容上啊 它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其实它都是信念的都是心 只不过信念的是不同的心 你到底信念的是什么心 因为你不同的发心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方法 这和信念出来的心啊 这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心啊 我们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们已经 这个学说了 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目标 对自己的选择 我们需要很明确 我们不能再反抚了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让我们反抚 接下来我们只要去讲到面识无常啊 我们可以感觉到每天啊 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啊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来面识无常 这个是我们在下词道里面啊 我们将会讲到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 就是我们所学的一些佛法 关键 关键 就是能不能落实到我们的心情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在意你学的多少 关键是在意你领会的多少 不在意你领会的多少 关键是在意你能够落实到心情上呢 转化成你的感觉的有多少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 否则的话呢 你把三藏社会经典都冲读了 把天下的善事都找变了 那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不能代替 三藏社会经典啊 也就是一大堆文字 他本身是没有力量 但是他是一种方法 一种真实的方法 那 我们接下来呢 讲一讲 上次讲到 呃 一 呃 一指法 讲到哪里啊 一指之法 讲过了哈 一指法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这个意热一指 一个是家庭一指 就是我们选择的善事啊 善事实啊 选择的 老师之后啊 那我们就要一指他 这个一指呢 在我们学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世界上呢 任何一个学问的成就啊 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 同样我们学习博法呢 在我们学习博法呢 就是一家 在我们学习的意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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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学习博法呢 现在我们学习博法呢 在做那种 这个 这个 三名的教育啊 事实上呢 也就是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 三名的教育啊 搬住我们这些 新出家的三名啊 来 来 养成神格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 开始 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做好的话 那就完蛋了 以后就油漂掉了 现在不要去啊 这些好油漂啊 多了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关键的介绍 那 第二个呢 就是教理 就是 知见的 佛德 正见的 佛德啊 需要有意思 指 你在博法中 你要活得正见 这里面没有一个好道 靠自己啊 三丈四个部 你靠自己去学啊 你要活得正见啊 但是非常难 除非你的善征 非常的深厚 但是自己学也还是困难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步 第三步呢 就是在修行上 怎么教理 怎么如何用心 怎么样用心 怎么样弃入空性啊 怎么样发起初期心 说到我们这个整个造自己的修行 每一个法 如何落实到心形上 这个是要有老师知道的 也就是在持修善的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意思是非常重要 意思是非常重要 这就是善知识啊 善知识的重要性啊 善知识的重要性啊 在修行佛法中的重要性呢 不论是大乘经论还是小乘经论 基本上都强调善知识的重要性 因为邪悟法的第一步呢 就是清静善知识 清静善知识 清静善知识 那这个善知识啊 申请这种清静的信识啊 往往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哎 这个 这个有一句话 叫做 离善知最近的人 也就是离善知最远的人 就是 那 用社会上的话来说 就是伟人身边啊 身边的人啊 就是这个 就是有很多伟人 在他这个身边 那些侍者啊 那些人的心目中啊 往往都是很清楚啊 有没有这种说法啊 啊 还有呢 还有一种现象 不知道你们也有注意到 很多嗜掉了身边的在家 都是不幸福的 很多 很多寿庙的身边呢 在家的人啊 就是离寿庙很近的人 他们不太近伯 这样一种 这是现象 那么这一边呢 都普遍的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是我们华国有略根 略根也就是我们容易去探视的 因为我们都有一种 因为我们都有一种 好奇的批语 就是所谓有略法 叫做迷人来格上 会黏水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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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的 你再聊一遍 聊一遍的感觉 没什么时间长了 就很平常了 就很稀奇了 所以这个 这个 为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 道士定论啊 他一再也要设立的 这样一种 就是说 事实如活 其实他主要还是针对我们 对人的这种略根性 也就是 这个 我们身边的人 比如说我们买到 我们不要说对人 我们对我们自己身边 我们所用的东西 我们原来觉得再稀奇的东西啊 是一个宝贝 是一个我们价值宝 可是呢 你要把地里面每天都换成一个 无价值宝 好吧 你看上三年 你看上五年 你看上三十年 你会 说的还是有很强的感觉 你可能就没有感觉了 因为人的心里 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黄初心 他就是不定的 我们有很多心 因为我 我们为什么会 容易去寻找一些缺点 也就是在我们的黄孤心里边啊 我们 我们的黄孤心里边 这种参生痴啊 就是略根性特别多 因为我们是黄孤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边 我们的略根性特别多 而这些略根性呢 他都会去寻找这种 他的相应的所缘境啊 比如贪心 他会去寻找他贪夺的东西 参生的心 他会去寻找他 这种 不如意的境界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心情基础是反共性 因为我们的 在我们的心情基础上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 它就是一个污染的世界 佛教里面讲 尽谁 尽由心造 尽谁心现 我们有什么样的心 我们就会去看什么样的心 所以在这个 战场佛教里面有个故事 就是讲的那个无头菩萨 要想要见密的菩萨 他修啊 修密的关啊 每天再修啊 一直修了四二年 修了三年又记得不到 修了三年又记得不到 一直直到修了十二年 已经修了一点怠心都没有了 觉得这个密的菩萨怎么这么不慈悲啊 后来这个无头菩萨 因为他的这种 有一次他已经不修了 但是有一次他看到一条宝啊 身上蜡蜂啊 身苍啊 哦这个痛苦不弹啊 然后他就发起十倍心啊 用舌头去舔一个虫啊 因为他觉得用耍心抓 才会这个搞得很痛 用舌头去舔 当他正念十倍心生起的时候 他舔了舔了 结果就越决了出来了 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 在我们我们就会呈现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那个苏隆坡和佛印堂的故事 这个说这个苏隆坡啊 说这个佛印堂坐在那里啊 下一个牛沫 那佛印堂就说 你坐在那里啊 我看你现在是人佛哦 哈哈哈哈哈哈 那苏隆坡很得意 然后后来呢 这个苏隆坡啊 他家里人就跟他讲了 这个是因为你的心中啊 有结婚啊 所以才看到这个 那个孩子在心中有佛啊 看到很多都是佛的 所以佛眼看世界 那你看他就是不过 因为人 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多层面 每一个事物他都有很多层面 你有什么样的心啊 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层面 你给他说 在文字里面讲 借水 我们人看到的是水 第一个众人看到的是 奴血 恶鬼啊 恶鬼啊 看到的是奴血 天上来看到的是游米世界 一看到的呢 就像一个积住的地方一样 很舒服了 像空气一样 这个 就是 就是不同的 静随心线 这个将来 如果你们 这个带给你们学为实啊 我会把这个道理给你们讲 就是我们的心 跟这个世界 我们所言的 每一种境界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每一种境界事实上 都是我们的类型潮水的影像 我们有什么样的心 哎 那么它就会呈现成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就会呈现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传夫啊 这个略根心特别多 我们的心里面啊 繁衣特别多 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啊 自然也就是充满的不亲近 那么针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心爱呢 所以 所以在这个道士必顿的修行中啊 就是要我们 对上师 身体尽性 要适时如火 要不断地做这样的观想 不知道谁要做这样的观想 那我们这样的一种观想 一定要去被抢的时候啊 那 那我们就不会去找上师的圈子 我们会找圈子也看成优兵 这是什么道理啊 那就叫行为念碧 丘西 哈 这样有点介绍的一种意思 当然 不没完成就再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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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所以这就是一种观想的力量 这就是一种观想的力量 那我们要被善师啊 我们要生起性静 生起静性 那么这个静性的 观想的方法 就是世事儒佛 他的药品啊 就是世事儒佛 为什么要世事儒佛 因为我们传来不太会对佛陀啊 我们不会去找佛陀来缺点 谁会去找佛陀来缺点啊 所以真正要对上师身体敬佛陀 所以真正要对上师身体敬佛陀 那就要世事儒佛陀 我们认识的 这个老师 我们一直在老师 我们觉得他最可靠的 他只在我们一直 那我们就需要 做这样的观想 当我们做这样的观想的时候啊 只有对我们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上师来说 他是无所谓的好与不好 哎 但是 从我们个人修行来说啊 确实效果就不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最学法的问题 就是这一块 整个社会啊 就是学法这种吃到的问题 佛教这个教育 也是严重的呈现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这些佛学院的学生 学到后来呀 信息也没了 悼念也没了 这个整个佛教教育也不差不多 其实呢 这个跟学生的心态呀 它是有关系的 因为对老师 没有攻进心 对法 自然也是很无所谓的 当作像一种知识一样 他就是这种知识一样 你就随便学一学 随便学一学呢 他在你生命中呢 所能够产能作用的力量 自然也不大了 因为随便法 那么这种力量也能随便 如果你觉得很重要 你觉得有多重要 他在你的生命中呢 当他这个 形成的这个种子的时候 所产的力量也有多大 这才是真正的违心呀 你觉得这件事没有多重要 你就会 你对他就有多稀罕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 你就一点的不稀罕 你觉得他 有点重要 那你觉得有点稀罕 你觉得他很重要 你就会很稀罕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我们在正常讲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我们一种很同工的心理 那么同样我们对法 对法和法师也是一样 我们觉得这个法师 好像这个是我自己也可以看嘛 我自己也看看就是了 没什么了不起啊 那你自己看 你随便看 那你看多少 就领会多少 你觉得这个道理也是很平常 没什么稀罕 那你要是带着这种心啊 那这个佛法在你的生命中 是不必起作用的 他是不必起作用的 所以呢 这个 我没写的佛法啊 就是 这个佛法的修品啊 其实 它并不神秘 并不神秘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心理啊 都是人的一种常规心 它只是一个转化 如何用佛法 把它应用到佛法上 从世俗的这种心形 如何应用到佛法上 并没有让你们去寻找那种 特别特别的心 并不神秘 愿意其宫责 愿意其宫责 福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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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典以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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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